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題目 這些題目都很簡單 你把前面的該背的背完你就會了 OK 第一個是問你手電筒或玩具或乾電池何的症 就是你背那個誰是症誰是負 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來應該要換可愛小女生 14號 B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B 這是前面請你背的事情叫做我們的乾電池碳性電池正極是碳棒負極是心殼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很簡單 下一題一樣 改成問簽電池 問簽電池誰當症誰當負 你把剛才前面要你背的事情把它背完就沒事了 大帥哥 大帥哥 二五 誰是很難負千 正極是很難負千 負極 簽請坐 可是之前我背的 正極是很難負千 負極是千 然後我還要你記住一件事就是它要泡在什麼裡面 泡在流栓裡面嘛 就是說正極是二的話接負極器 還要再多背一個叫做泡在流栓裡面 這是請你背的事情 好這裡也是下列迅速或者正確或者下列迅速 就把這句話弄一遍 然後呢 C跟珠就要搞清楚 電池的正極是什麼意思 我叫叫做正電流出 負極是什麼意思 負電流出 然後還要清楚喔 我有所謂的充電跟放電 充電的時候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然後你就清楚它的流向 OK 好 找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12號 你選出 你做 第一個是背的 電電池 正極是兩的話接負極是千 A錯 再來放電的時候都會變成流栓千 然後呢 質量都會變大 所以B是錯的 充電的時候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所以C是錯的 那就知道一定是對的嘛 因為我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我接到正正是正電流出 所以正電流進來 負要接負負是負電流出 所以接負能負會電子會流過來 所以我就知道答案珠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會選了叫做珠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一些小練習 接著繼續 這是畫圖 這個畫圖 這樣的接法 這樣的接法還算比較簡單的 就畫電池 你就知道電池誰正誰不 有人會去接一個不可能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接一個心銅電池 接心銅電池 理論上心銅電池是沒有辦法幫他充電的 如果考試用 那就是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你要知道心銅電池誰是正誰是負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OK 所以比較OK 怎樣接是對的 充電怎樣接是對的 有兩個鐵定是錯嘛 有兩個鐵定是錯 只有兩個要猜猜想一想 OK OK 好來 應該是男三女生 忘了 應該是 女生嗎 OK 假設是女生好了 女生 六號 六號 你選哪一個 二 B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B 各位柯林講說 充電的時候 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誰是正 二氧化千板是正 誰是負 千板是負 所以二氧化要接正極 千板要接負極 所以呢 答案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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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選B 就講這個 好 再來 下列 就是這樣 下列迅速何者 正確或何者錯誤 就是基本觀念 弄完就沒有問題了 OK 可愛大帥哥 哪個迅速是對的 可愛大帥哥 哪一個迅速是對的 帥哥叫做32號 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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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去是對的 A 你選A嗎 你是說A嗎 可以 你說A喔 請坐 你選的這個答案叫A C A還是C C請坐 你選C 老師敘述 酸素 乾電 archae劑靈電池 TE是副 靈濺電池放在硫酸裡面 所以B是錯的 我們國中教的都是化學電池 是化學變化產生電 colと電化是氧化還原反應 我跟你讲过了 所以诸是错的 所以只有C是对的 我们讲过签电池放电的时候 正负级都变成硫酸签 质量都增加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就这样子 这都是这里的考试题目都很简单 只要你把老师说应该背起来的东西 背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OK